近年不少香港朋友都有计划移居外地 在外国居住 而当中泰国亦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国家之一 而泰国之中的清迈更加好受香港人欢迎 究竟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 终于移居泰国清迈这里呢 今天找来一位朋友叫Kofi 我就彻称他为国仔村村长 Kofi今年五十多岁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几年前他和他的太籍太太搬到清迈这里居住 而这个屋苑正正是他们的结作 有空无事他都会和屋苑里的朋友打吓吓 在这里也有香港朋友 似乎香港人都很喜欢搬到清迈这里 Hello Kofi Kofi 你好 你好 你想想一间自己的私人独立屋 跟着有一个泳池 又如全年一样我相信是很多香港人的梦想 刚才我称呼你国际村村长 佳欣我知道你在屋苑之中 也有很多国际人士联合国在这里居住 对吗 有日本人 韓国人 美国 英国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香港人都有 我觉得外国人赚欧罗 买这些肯定是OK的 但香港人买这里会不会很艰难 也不难的 只不过他们接不接受 大概多少钱 大概200多万港币 200多万港币 你在香港买个车位都不行 可以这么说 这里地方这么大 但你是个香港人 这间公司属于你的 香港人可以搞地建屋吗 香港人可不可以搞地建屋 我不太清楚 基本上我的太太是泰国人 他的家人是泰国人 子女也是属于泰国人 所以有自己的公司 在建屋苑之前 他们都是建屋苑的 并不是建屋苑的大型 在配套之下 在天时地利任何之下 我才能做到这件事 但回来 这里总共有多少个单位 总共有59个单位 卖了大约三十多间 还有大约十多二十间 刚才看到一位香港朋友 住客和他聊天 谭笑风生 我又不好意思问他 因为他不熟 不如问你 其实据你了解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 喜欢选择在清迈买居住 因为天气很好 起码有两季或三季 即是有冬天 冬起来都挺舒服的 几次香港的秋天 所以香港人 选择在这里住的人不少 泰国人信佛 这里有很多佛寺 佛寺也很漂亮 所以选择在这里 既可以有部分地方 有曼谷的繁明 亦有一些传统的风俗 可以见识得到 你又不会觉得它很落后 但又会觉得它 先进有先进 落后亦有落后 比如上网之类 都不能比曼谷的 是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这里 例如你现在的单位 这个是几房几厅的 这个是四套房 一般来说 都有三房 刚才我说二百多万港元 有没有更便宜 除非你说不爱泳池 做咳咳咳咳咳 泳池必须 就算不油水也看一看 但其实你这个价钱 包不包傢俱装修所有东西 基本装修是齊齊的 除了个人用的傢俱 比如说沙发床 就不包 因为个个起来不同 以这个单位为例 你和我说过 其实是一个香港朋友 已经买了 但因为疫情之中 不能飞过来 所以借这些路 就给他们拍摄 介绍给他们看 可不可以 趁他看不到 可以看看他里面的配套 可以 那我们去看看 好 谢谢 Coffee 这间屋 就是你所说 你香港朋友买了 但不能飞过来住 现在就着槽偷占 去看这间屋 这间屋究竟有多大 286元房 差不多3000尺 但我看见 装修层次也很漂亮 这个埃伦也很英俊 是不是包装的 包装的 但是傢俱装修方面呢 装修方面 就是屋主自己要求的 如果有不同的装修的做法 就有个价钱 好的 这里有四间房 楼上有三间套房 下面也有一间套房 下边这间 如果你年纪大 翌日 就可以住这间房 因为不用走来走去 不用上楼下 如果你年轻的话 就住楼上 也是套房 这间房也不小 可以放到两张单隐藏 做主人房也可以 面对就是这个泳池景 对 泳池景 你看 在这里打开 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看着这个景 有个这样的地方 早上一出来 就可以吸收新鲜空气 看到泳池景 哎 我反而还喜欢那里 其实现在介绍的 好独立屋也好 最真见到就是衣柜 好地地放到衣柜 为什么这么老土 但见到walk-in-cose 就不同了 这间房子里面 竟然有个walk-in-cose Kofi 这里楼上有三间房 里面的装置 和尺寸都挺理想的 令我心怒怒 但话实话 香港人如果要在这里 买屋或买楼 有什么要注意呢 最重要是要注意地主 是哪些人 或者公司可以拥有这个地 如果你说要买的 最好是找当地的律师 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介绍 我们也有一条路服务 所有东西都文件上的东西 我们有自己的律师帮来跟进 既然那里说 装修层设设计者 那方面你们都可以介绍 都可以 我们有个团队是做装修的 设计那些全部都有 说到如果我在这里住的时候 我好地地想吃餐 好吃的好东西 西餐 那又不可以好介绍 都可以的 因为我弟弟是个厨师 他可以做快单人的 你主要跟我们说一声 在我们这里做得漂亮 那又要试试 坚持在厄府藏龙 没有想过Kofi的弟弟 可以做这么漂亮的西餐 坚持是米之年的质素 色香味俱全 依我说Kofi应该在这里 开一间餐厅 等这个屋苑的住客 就可以有正东西吃了 各位 吃完饭 我们继续在屋 饭前见到的那间是四房 饭后见到的那间是三房 依然是地下一间房 楼上两间房 外面亦有个泳池 装修格局和层设 都是大同小异 依然是实用的 环境都相当不错 如果一家人在这里住 一定会乐也游游 刚才Kofi跟我说 他说可能有机会 送个单位给我的 真是 真是多谢 所以急不及待 想看看一些所谓的清水单位是怎样的 刚才那个 有人买了 装饰好固然漂亮 但是这个所谓未装修好的当然是怎样的 这样叫未装修好 不是吧 你看看 埃伦给你 厨柜 入场柜 炉 雪柜都给你 厕所 瓷砖都搞定了 是差在没有一卷厕纸而已 接着看看外面这边 这些亦都是给你 这些不是装修设计是什么 接着上面的玻璃 搞定了 那些灯也够漂亮 这样的冷气 雨及风扇 不过 原来有机关 机关就在这里 看 有个储物室在这里 又或者可以看看外面 泳池都搞定了 有桌椅 是差在没有泳衣泳庫 给我的意思而已 好 上上面看看才行 Kofi会不会骗我呢 会不会这个单位曾经有人住过 但人们搬走了 又不会 各样东西都这么新 你说清水 清水得来 入到来可以walk in closet 灯 这些 櫃 甚至乎插梳位 全部都搞定了 厕所浴室全部有齐 正如我所说 是差卷厕纸而已 你要来住的话 买一张床 买一张椅 这样就可以了 哇 真是大层菜 Kofi 你这里我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漂亮 但据我了解外国人 香港人才算 如果在泰国要买房子 当然没问题 但买房子的话 除了用公司名买之外 也很难 假设普通人想买 但我又没有公司 那可以怎样做呢 方法有两种 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方法 就是三十年三十年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另外一个方法 比较少人用的 那个叫做始终缺 终身始终缺 譬如他们两夫妇 下了名 直至住到 你们不在这里为止 那叫做终身始终缺 而我们的屋苑 也有一个 再加上一个做法 就帮你去承计下一代 你觉得下一代 那个人还继续在这里住的话 当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帮他去定计 去拥有这间屋或这块地 这样的做法挺窩心 但更加窩心的 我发现到 其实在曼谷有口清迈 很多时你在街上 总会见到很多电线 一群群 但我刚才看到 屋苑似乎不多角有线 没有电线 是的 我们是唯一 泰北的一个屋苑 是没有电线 我当时做的时候 他在这里的配套是做不到的 电线公司也不做的 我便要求他去曼谷 请那班人过来帮我去做的 到最后都谈整 他们就特意飞过来帮我做的 但是说开又说 其实泰国各样都好 对于移居来这里的程序 有些人都觉得挺烦 香港牌员就经常勤态 每次来到又要做很多日九十日 只要哪一样申请 那些又去移居 上山楼填四个方 排五个小时 今天排错了 然后填错了 明天又再来过 觉得很烦很烦 这方面的东西 你有没有帮到手 可能会的 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 你的TM30或每次的九十日 都可以交给我们的 社字楼的职员帮你做的 其实你过来住就是住的 所有政府的东西 尽量我们都可以帮住客做的 我真的相当方便 適合了那些懒人 那你这里的配套这么成功的话 希望我赚钱都可以在这里买个单位 你留一个给我 好 谢谢 谢谢